週日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迎來60歲生日 她在家鄉喬治亞州亞特蘭大附近的一座教堂 發表競選演講 幸福生日 現場響起生日快樂歌 觀眾齊聲為賀錦麗送上祝福 此前一天 前總統奧巴馬來到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 為賀錦麗助選催票 當天 在亞特蘭大的競選集會上 歌手亞瑟小子與賀錦麗同臺拉票 共和黨候選人 前總統川普週日來到賓州一家麥當勞餐廳 並親自下廚烹調薯條 川普圍著圍裙 戴著紅色領帶 在賀錦麗員工的嚴密監督下 炸出了漂亮的薯條 還親自送到顧客手中 川普本週末在關鍵搖擺州賓州密集造勢 根據集合民調網站53810月20號公布的數據 全國方面 賀錦麗支持度為48.2% 川普為46.4% 賀錦麗領先川普1.8個百分點 而在七大搖擺州 選情依然膠著 兩人難分伯仲 賀錦麗正在試圖爭取對川普態度謹慎的共和黨選民 週三晚間 她在第一次接受保守派媒體 福克斯新聞專訪時表示 將會和拜登的總統任期劃清界線 賀錦麗告訴主持人貝爾 我的總統任期將不會是拜登任期的延續 在近30分鐘的交談中 賀錦麗與主持人布雷特·貝爾就移民政策立場 展開了激烈辯論 福克斯表示 從8月民主黨大會以來 福克斯採訪的民主黨人 大約是2020年大選的兩倍 賀錦麗的競選搭檔沃爾茲 已經連續兩週出現在週日福克斯新聞的節目中 這些跡象看出民主黨人開始直球對決 試圖攻下更多保守派選民 另一方面 川普也在週四接受PBD的播客專訪 討論到邊境危機 選民身份法 經濟議題等 其中最有火花的言論包括 川普認為澤連斯基應該為引發俄乌戰爭負責 對於賀錦麗來說 藍牆三州對於勝負結果影響重大 因此密歇根州 威斯康辛州和賓州的州長 在週四集體出動 為賀錦麗保住基本盤 川普則將重心放在賓州 本週末將分別出席造勢活動和市政廳活動 亿萬富翁馬斯克也將從週四晚開始到下週一 在賓州為川普巡迴演講 週五 賀錦麗從密歇根州的大吉流程 開始了一天的競選行程 接著馬不停蹄 先後到藍新奧克蘭縣造勢 宣傳白宮支持國內汽車製造業的記錄 而在稍早時 賀錦麗在被問到中東議題時 重申了他的立場 首先 我們必須結束這個戰爭 我認為現在的死亡的死亡 是建造了一個機會 讓我們結束這個戰爭 第三個州是三大籃牆州之一 另外兩個州分別是賓州和威斯康星州 2016年 這三個州曾轉向共和黨 幫助川普勝選入主白宮 但拜登在2020年重新奪回了這三個州 根據選舉分析師兼統計專家 習佛的預測模型 川普目前以50.2%的微弱優勢 領先賀錦麗的49.5% 目前 賀錦麗獲得了億萬富翁 NBA達拉斯獨行俠隊老闆馬克·庫班的支持 庫班將在本週六到鳳凰城為賀錦麗造勢 然後再前往密歇根州 美國億萬富翁科技巨頭馬斯克 則從週四晚開始 在關鍵搖擺州賓州為川普拉票 在抵達密歇根州之前 川普做了三個媒體訪問 在體育及政治評論新聞網站 OutTit的採訪中 川普提到考慮給老兵減稅 此前 他已經提出 對小費和加班費不徵稅的主張 在奧特蘭郡奧本山市 川普重申 他會利用高關稅來保護美國人工作機會 並恢復密歇根州汽車製造的榮光 賀錦麗週五則是跑了密歇根州的三個場子 包括大吉流城 藍新和奧特蘭郡 有記者引用賀錦麗的這個說法詢問川普 不論川普怎麼說都不會影響賀錦麗的選戰策略 他繼續強調川普不勝任總統一職 現場觀眾為賀錦麗唱起了生日配樂歌 10月20號是賀錦麗60歲生日 大選倒數18天 不僅兩黨總統候選人針鋒相對 各自的支持者也加緊行動 馬斯特從17號起 一連五天在賀州造勢為川普拉票 他還推出了現實激勵活動 如果你是賀州註冊選民 並且在支持言論自由和擁槍權的聯署表上簽名 就可以得到100美金 根據聯邦文件 馬斯特通過自己的政治行動委員會 已經捐給川普競選活動7500萬美元 另一邊 美國實境秀創制贏家的明星馬克庫班 在威斯康星州給副總統拉票 庫班作為富翁企業家 對年輕男性有吸引力 希望在男性支持度上能幫賀錦麗拉高一點 而根據最新的賀洛普民調 有52%的美國人認為 目前無論自己還是家庭 都不如4年之前 今天是北卡羅來納州提前投票的第二天 選舉工作人員告訴我們 他們很興奮 因為提前投票已經持續兩天了 尤其是在北卡9月遭受颶風襲擊之後 人們會非常關注税收 這是一件大事 對我來說還有墮胎 這些對我來說好像是兩個大問題 秩序 經濟 石油 能源 主要是這些 選民投票關閉邊境 阻止非法移民 和其他非法東西的湧入美國 實際上更喜歡聯邦緊急管理局的援助 因為這很顯然 比如 阿什維爾被颶風摧毀 許多我們喜愛的地區 如核藝術區都被徹底摧毀了 這不是一個灰色地帶 但在移民方面 我仍然持強烈的觀點 我本人也是移民 我在這裡長大了20多年 但我來自哥倫比亞 我與家人有很多聯繫 自從海輪颶風襲擊以來 北卡州的投票程序 發生了一些變化 因此在25個宣布受災的縣中 受影響的選民 可以將選票提交到其他縣 而那些丟失身份證的人 如果需要在北卡投票 可以填寫一份例外表格 說明因受災而丟失身份證 或者來投票站 領取新的身份證 據北卡選舉委員會稱 第一天他們就收到了超過35萬張選票 距離美國大選還有兩週多的時間 大部分州已開放提前投票 關鍵摇擺州佐治亞州 本週二在提前投票首日的投票人數 就打破歷史記錄 最新民調顯示 儘管在全國範圍內提前投票的選民中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領先 但在關鍵摇擺州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川普的支持率更高 美國總統大選倒數計時 傳統的兩黨候選人活動 紐約艾爾什密斯慈善晚宴 在17日登場 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打破傳統 不與川普一起出席活動 成為自1984年以來首位缺席的總統候選人 天主教選民是全國大選中的重要搖擺選民群體 民調顯示 川普在密西根州和賓州等搖擺州的天主教選民中 領先賀錦麗五個百分點 該晚宴可以為天主教慈善事業募款數百萬美元 至今已有近80年歷史 傳統上被用來顯示 總統候選人可以融洽相處一個晚上 互相自嘲或挖苦對手 是選戰中難得的輕鬆時刻 不過今年賀錦麗選擇前往關鍵的威斯康星競選 當天透過預錄影片向晚宴賓臨議 而前第一夫人梅蘭尼亞 罕見的與川普一起亮相 這是自7月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以來 兩人首次一同出席政治活動 賀錦麗的缺席也成了晚宴上的調侃焦點 大選在即加州選民們都陸續收到了郵寄選票 今年加州的10項公投案涉及治安 教育 醫療等各領域 其中第36號公投案 最受關注這項公投案由民間發起 主張修改10年前通過的一項重罪輕判 甚至偷盜950美元以下為輕罪的法案 36號公投案將從販毒 多次盜竊和吸毒三個方面加強管制 支持者認為 重判罪犯是解決加州治安惡化的第一步 但反對者則稱 大規模監禁會增加監獄 法院的支出 2號和4號公投案分別計劃發行100億美元的政府債券 用於學校建設和改善氣候惡化 支持者認為 這兩項債券可以修缮學校建築 和預防野火 乾旱 洪水等災害 但反對者指出 債券造成的債務 將需要納稅人在未來數十年中支付175億和160億美元來償還 3號 5號和6號公投案是修憲案 其中 3號公投案將廢除加州憲法中規定的 婚姻是一男一女結合的條款 支持者認為 憲法應該承認多元婚姻 但反對者擔憂 這恐怕會為同婚 亦夫多妻制 亂倫等敞開大門 而5號公投案主張把地方發行住房債券需要66%選民同意的規定改為55% 也就是說 讓地方更容易批准債券 支持方認為 這有助於解決住房短缺 但分析師辦公室指出 任何債券都需要提高稅收來支付 6號公投案將禁止監獄強制囚犯勞動 支持者認為 這種強迫勞動殘酷且不公平 但有前囚犯指出 這不是奴役 而是培養囚犯重返社會的所需技能 受到關注的32號公投案將把加州的最低時薪提高到18美元 支持者認為 加薪可以減輕生活壓力 但分析人士認為 這會造成企業的壓力 導致物價再次上漲 甚至會有小商家被迫關門 33號公投案計劃對1995年以後的住宅實施租金管制 支持者認為 這有助於降低房租 但反對者指出 這會破壞市場平衡 政府管制的費用也會間接轉嫁給房東 34號公投案要求 參與聯邦處方藥折扣計劃 擁有相關執照 10年間曾在照顧病患外花費超過1億美元 經營多戶住宅單位 且至少有500起嚴重違規事件的醫療服務機構 必須將98%的費用用於直接病患護理 支持者稱 這能為加州病患提供緊急救助 反對者則認為 公投案發起方 加州公寓協會試圖以這項公投案 阻止艾滋病醫療組織捐款給 不利於房東的33號公投案 35號公投案 則是主張不限期向保險公司 徵收管理式醫療組織稅 用於低收入 老年人 殘疾人等群體的醫療服務 支持者認為 這將改善醫療系統 但反對者擔憂 這筆錢很有可能會用在非法移民醫保 加州選民需要在11月5日大選日結束前記住選票 或在10月26日之後 親自到投票站投票 或是非法定人 中共我們在這一點 但每個人在招待了 或是非法定人 中國姊貴 並不是說平民主席的特定人 大家在任何部院的圖寶 我們現在的官方